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7月31日星期五 你看我在视频里面笑得挺灿烂的 其实你都不知道我的心里面有多痛苦 我现在又面临着一个灭顶之灾 什么灭顶之灾呢 就是昨天我又收到了YouTube的通知 YouTube说从现在开始你这个视频就不给你广告了 禁止你挣钱 原因就是给我一个说违反了reuse policy 然后呢我就去查这个reuse policy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呢这个reuse policy呢就是 你不能随便的用第三方的视频 就是呢你不能用别人的 你也不能帮助别人呢宣传他们的 然后呢你还不能把别人的视频呢剪辑到一起 然后就说是你自己的 然后看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说 不会啊 我这个视频里面我现在自从我去年夏天的时候 我被别人举报说我用了别人的视频 侵犯了别人的版权之后 差一点把我给关了之后呢 我就在我的视频里面 零零 从来都不用别人的视频 我从来都不用 然后至于说promote别人的视频啊 就是前两天还确实是有那么 不是前两天这阵子吧 确实是有那么几个人 我也不知道这几个人是不是同一个公司的 或者怎么样的 就跟我商量说 说他们呢也有youtube频道 能不能呢把他们的节目呢 放在我的这个频道里面 帮他们播出一下 那我想呢就是这个youtube所说的帮助别人promote 就是帮助别人推广啊 那我就没答应 但我没答应呢 倒不是因为说我知道他们这个政策 说你不能帮助别人promote 我只是想呢 因为我看到别人的视频里面 他里面有用别人的视频 就是想让我把他们的视频放到我视频里的 他们用了别人的视频 我说我都吓死了 我就见到这种情况呢 我绝不能要 然后呢他们就说 哎你放心吧 没解 这些呢其实都是叫fair use 都是可以用的 符合这个youtube的政策的 我说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胆小 我胆小 就是有可能被别人claim怎么办呀 对吧 有别人来告你呀 那上一次呢 别人就来告我 我说我这是fair use啊 符合那个政策呀 然后人家youtube就跟我说什么 说那个凡是你用了别人 别人一来告状 然后我们就得给你进了 我就得给你进了 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是可以的合法的 那你们打官司去 对吧 然后呢我以前的视频我还跟大家说 我说啊原来这样啊 那你要这样的话 那别人还用了我的视频呢 别人为了骂我 别人纯粹是骂我 还把我放到他们的视频里面 然后来骂我 然后我就跟那个youtube说 那别人还用了我的视频呢 那youtube说那是fair use 我说啊 怎么这么双标啊 怎么我用了别人呢 你告诉说我去跟他打官司去 怎么别人用了我的 然后你又说是合乎你们规定的呀 但是你这也没有办法呀 我们在youtube里面做这个节目 这是人家的平台对吧 这个规定呢 就是由youtube自己来制定 并不是由哪个法律来制定 他说什么是什么 而且他们所制定的这政策呢 是他们自己有解释权 然后别人没有解释权 你就是你跟他去打官司 那样youtube都可以的 对吧 你说他一会那么说 一会那么说 那他就是人家不同的人 不同的理解 就是不同的人做的决定啊 你就没办法那个 所以呢 我就从那以后呢 我也不跟别人去叫信 你说不许 你就不许 我就零 我就绝不用别人的 那别人用我的 那就随便了 我也没功夫去跟他们叫那进去 对吧 就是说我从去年的7月份以来吧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别人的 在我的视频里面 绝对就是我的一个独角戏 对不对 大家说是不是呢 这段时间 对不对 这一年了呀 我每一个视频里面 都是我的独角戏 没有别人 然后我就说 那这是为什么呢 然后youtube说 你去学我们的政策吧 然后呢 我就想了 他说 你这里面呢 不能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 就说是自己的东西 可是我从来没有拿别人的东西 当自己的东西啊 我从来没有说 哎这就是我的 对吧 但是呢 他就说这个 你不能拿别人 我就想 那是不是说 我有时候会去读别人的文章啊 对吧 是不是我读别人的文章不行啊 我在每次读别人的文章的时候 我还特别详细的 详详细细的介绍人家 原来那个作者 还有人家发在哪个平台上 我都详细来介绍啊 然后呢 我就跟他们讲 我就问他们 因为他们那个规定里面啊 就是老是强调这个video 他老是说video 那我就没有用别人的video啊 video就是视频了 那我这是文字 我就问他 那我是不是说我读别人的文字也不行啊 然后他们又跟我说什么呢 说我们不对你们如何做视频来进行具体指导 我的天啊 这叫什么呀 这叫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就搞不清楚 我现在呢 还在跟他们的交涉当中 但是呢 他就不给我广告 说进我广告呢 是进一个月 让你一个月之内纠正错误 我现在呢 就连错误是什么 我现在还没有找出来 我没有找出来 我的错误是什么 因为我问他 我是不是不能读别人的视频啊 他说 我们不对你如何做视频做指导 那这意思是说 我读别人的文章 这应该是不是他们要这个限制我广告 禁止我广告的原因吧 我又给他们发了email 我问他说 是不是说我读别人的文章是OK的呀 不是这次的原因呢 那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都不用别人的视频啊 这是为什么呢 好 这就没有办法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从昨天到今天 然后我就是 没有广告了 一个广告都没有了 你们再看我的视频呢 真是很爽 对吧 然后里面就没有广告 但是呢 大家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频道 我这个呢 叫还没视角 另外一个呢 叫还没频道 这也是去年 他们关我的还没视角的时候 我还以为当时没有希望了 没想到这个YouTube呢 还有点讲理 后来就给我解开了 但是这一次呢 我来交涉呢 有可能还再给我解开 起码这一次呢 跟上一次不一样 上次就是永久关闭我 那后来就给我解开了 那这一次呢 他就说关闭我一个月 我就觉得一个月以后 还是有希望了 但是呢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啊 上次有具体原因啊 上次说明确的告诉我说 你用了别人的视频 对吧 这次没有 这次说我违反了 他们reuse的这个policy 然后到里面看了半天 就我刚才讲的过程 我不知道呀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你到底什么原因 你能告诉我 你给我一个例子 你说我哪一个视频 然后呢 已经踩了你们红线了 然后呢 他这customer service呢 客服他说什么 他说啊 做决定的那个team啊 那个团队啊 他们不给出 不告诉我具体原因 我说他要不告诉你 具体原因的话 那我怎么办啊 你现在你又说 我那个读别人的 没有问题 那我怎么办啊 那我到底什么 我从来都不用 别人的视频啊 到底什么原因呢 我不知道病是什么 我怎么下药啊 对吧 这是特别特别的要命 这次真的还不如上次 这次呢 虽然给我一个月 但是到一个月 如果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没有纠正措施的话 那能给我解开吗 我都不知道啊 上一次的时候呢 他就给我关了 建立了一个韩媒频道 那个韩媒频道呢 谢谢大家的捧场 当时呢 也达到了他们 就是能够有广告的 能挣钱的那个标准 韩媒频道呢 也是可以挣钱的 那现在呢 我就想就这样了 我不挣钱不行啊 对不对 我靠什么生活啊 接下来呢 我昨天就把我的视频呢 还放在韩媒视角 那我从今天开始 我就想这样 我就把我的视频呢 放到我韩媒频道里头 希望大家呢 到那去看去 那你要不知道 那个韩媒频道 怎么样去看的话呢 那我在 我这个视频的下面呢 会给你列出来 我那个链接 我每天就做三个左右视频嘛 每天我都给你做这么一个视频 介绍一下 我今天的视频都做什么 然后呢 你就去看 那我今天呢 已经做了两个视频了 一个呢 就是关于李登辉去世 然后呢 我就把李登辉的生平啊 讲了一下 李登辉呢 有哪一些功过是非 然后第二个视频呢 是关于香港呢 有12个人要竞选立法会委员 被DQ了 DQ的这些人是谁 什么原因 做了第二个视频 然后这两个视频呢 已经都发到那个韩媒频道了 在下面 这个视频下面 一个描述栏里面 那个描述栏里 我有给大家列出来 这个题目是什么 链接是什么 如果你想看的话 你就点击哪链接 然后就进了我的韩媒频道了 韩媒频道呢 你最好给它订阅了 完了以后呢 你要点那个小铃铛哦 你点小铃铛呢 它会出来三个选项 一个选项呢 小铃铛上面带着 好像是在响似的 上面带着那个标志 是响的那个小铃铛 你要点那个 不要点那个 不带声音的小铃铛 那它就不会提醒你 或者提醒你是无声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把提醒 就那个小铃铛呢 就化掉了 那个就是绝对不提醒你 你要选那个带声音的小铃铛 好吧 然后它就会提醒你了 下一次呢 你就不用到韩媒视角上 来看这个 然后再找这个链接了 好 这就是这个了 我今天已经做了两个视频了 我下一个视频呢 会做关于呢 澳大利亚 它有两个官员 一个是他的外长 一个是他的国防部长 前天被美国召去 给他们两个开会 昨天呢 他们两个就回去了 那澳大利亚的媒体呢 对于这件事呢 也做了报道 然后外长呢 还开了记者会 讲解了在美国开会的情况 这件事情呢 我一会儿会做一个视频 给大家介绍一下 到时候呢 我也会发到 还没频道里头 然后你点链接去看 好吧 关于我现在的不幸遭遇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你了解了 别看我 现在呢 还阳光灿烂的 但是我心里面是 无比的悲伤了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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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